比如说这个是人脸识别的一个安全 我们在经过这个监控点的时候 会自动抓拍 然后做人脸的识别和对比 后台做一个云平台 它可以对多个点呢 相当于在一个平台上来处理 它就可以自动通过算法 对比出这是同一个人 然后画出它的轨迹啊等等 其实这样类似的系统呢 放在展厅它是一个demo很小 但其实呢在龙岗区 做智慧这个龙岗 平安龙岗的时候 这套系统帮助龙岗警方 用15个小时 就破了一个拐卖儿童的案件 直接就抓到了这个拐卖者 救出了儿童15个小时 今天来到的是我们华为 企业业务的ending 讲的是面对于各种企业 和企业什么样 那么前几件的都是相似的内容 那我们直接从企业的部分开始看 华为呢有几大主要的业务板块 那么它的名字呢 也是按照我们面向的客户群 不同所划分的 有一个客户可能最熟悉的是 我们消费者业务 中间业务 那就是面向个人消费者 提供很多的这个智能设备呀 穿带呀家用嘛等等 那么运营商业务 也就是昨天我们看的那个FG的展示 它主要面向的是运营商客户 帮助很多的运营商去给它 帮它建设分带网络呀 移动分带网络呀等等 那我们运营商业务呢 也是做到了全力第一 然后这边呢是企业业务 不明思议就面向所有的大中小型的企业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FG组织 还有包括我们政府组织 也算我们正企业务的余类 那帮助他们做什么呢 做数字化转型 因为我们原来呢 可能是从通讯行业开始 基本上包括中端 做的事情都是帮助人 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联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工业等等 也在寻求一个方法 怎么样在大数据时代 能够得到数据 保存数据 处理数据 也会用大数据 用云计算 那么这些呢 就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那将来呢 我们的愿景也是要做万多数件 做智能实践 所以呢 这些和我们的企业业务非常相关 那企业业务 从这个营收规模上来看 在2017年 总的636亿元金币的收入里面 占到了549亿 可以说总规模的不到10% 但是 我们是从2011年 才正式开始做这回应 可以说七八年的时间 能做到几百亿人民币的水平 而且呢 可以看到 每两年都在翻一翻 所以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包括我们现在在全球 很多的顶边企业 都在越来越多的水源华为 这边呢 可能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有200多家了 因为刚出了现在的500强开明 我们还在整体当中 那这边呢 500强和100强当中 这些企业也在思考 他们的传统产业 怎么跟新时代的这个 ICQ器属融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产业 它的变化可以说瞬息万变 可能过了一个星期 整个行业就已经变了 比如说原来我们呢 还在路边招手打这个出租车 打这个地式 但是呢突然之间好像 所有人都在用DT啊 用Uboard啊等等这些软件 它就是经济模式的变化 那它背后的技术呢 还是离不开ICP的 那这边呢 是我们企业业务所聚焦的一些主要行业 可以看到有政府 还有金融啊 能源啊 制造业啊等等 各种不同的行业 那我们把这块呢 称作这个垂直的行业解决方案 我们整个展订设计呢 也是按照各种行业特点的展开的 那这边呢 我们做企业业务的一个特点 它可能跟个人消费比 跟这个运营商这种业务 非常的有特大的区别 那么企业业务呢 面向的是五华八门的各行各业的合户 所以华为在这边的战略呢 叫做平台自家团态 平台就是指 速度化转型 离不开ICP 离不开云计算 管道和智能充端 云管转 那么我们把这块能力呢 做成一块大的平台 把它做大做小做开 然后呢 每个行业他们有很多定制化的 自己行业所独有的一些需求和特点 我们这块呢 要依靠数以千计的合户伙伴一起来做 所以这边呢 我们把合户伙伴都交到生态 要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关系 良性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 大家一起把产业做大 就相当于有一句话叫 不是在有限的蛋糕下去分足够多的份额 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 然后呢 大家都得到相当价值的利益 那这边是我们生态的一小部分 有很多呢 是这500强当中非常知名的企业 但也有很多呢 可能大家从来都没有见过 他们是一些初创公司 只有几年的时间 但是他们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在某一方面的技术 可以说做得非常独特非常新颖 而且愿意开放 愿意跟华为这样一个平台呢 结合到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展厅的布局了 我们现在再整理介绍这一块 然后接下来呢 我给各位从智慧城市开始 顺时针的方向 依次看一下每个行业 数字化转型 可能会做成什么样 华为在其中呢 和合作伙伴是怎么合作的 帮助每个行业带来什么样的价格 好 那我们从这边开始 城市其实我个人认为 它是最综合的一个行业 就是城市的这个服务啊 管理啊 治理啊等等 那么什么是智慧城市呢 很难去定义 因为它太大了 这个话题太大了 那么我们可以从反的方面来想 城市什么样是不智慧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生活在城市当中 可以说是面临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空气污染 水资源很浪费 还有呢 每天都在经历这个交通堵塞 对吧 很多问题 那么怎么样能把 信息通信技术 应用到里面去解决这些问题 甚至说是自动化解决这个问题 帮助我们政府提升这个 城市管理和治理的能力 给我们市民呢 营造一个更安全 更便利 更节能 更绿色的一个环境 这个就是这位城市 可能要达到一个目标 那具体怎么样来做 然后我们的理解呢 可能分为三个层次 基础的层次 叫做万物感知 为什么说人是智慧的 因为人有眼睛啊耳朵啊等等 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外界的信息 然后再去分析处理 所以要让城市一样能感知到 它有哪些问题 或者甚至是预测 有哪些问题要发生 但首先呢 要获取信息 所以这边呢 我们第一个展导呢 主要是展示叫城市物联网 帮助城市构建一个无处不在的材质 那在这里边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传感器啊 是很多很多种类的 那么传感器这块呢 主要是我们河河河河河来做的 那华为在其中呢 打造神经系统 就跟人来做一个比喻神经系统 比如说这边是一个棍盖系统 举例 棍盖系统主要就是帮助我们 比如说农业上做这个棍盖 但是传统方式呢 都是根据农民的经验 觉得到了这个季节 要到现场看到 哎呀土壤已经很干燥了 然后再去盐水 再去做这个灌盖 灌盖到什么时候是正好呢 不知道 还是靠经验 觉得差不多了把它停掉 但是依靠这个信息化技术 我们首先万物感知 要让这些指标呢 有一个科学的 数字化的一个显示 在这里边 比如说靠这种传感器 一个很小的东西 合作伙伴来做的 它是一个土壤的这个湿润程度 湿度 一个sensor 那么可以感觉到这个土壤 它到底缺不缺水 有没有达到一个触发点 然后呢 再通过网络 传到一个云屏台上 云屏台上会部署很多算法呀 模型啊等等 再去计算 那这边当需要灌盖的时候 就自动的 把指令到灌盖系统 灌盖系统就像人的 四肢 手和脚一样 开始行动 开始把水呢 从河道里引入 那这个水 符不符合灌盖的标准 它干不干净 那边有很多的传感器 检测水位 水量 还有检测水的这个纯净工具 那么灌盖 灌盖好了之后 到达了最好的一个点 既让庄家能够喝饱这个水 又不浪费一滴水 这个时候 就会自动的去够处理 把这个水停掉 所以这整个灌盖系统 可以看到 它可以服务于很大规模 很大的一个产业 但是它耗费的代价是非常小的 它包括现在 包括我们在山东维方 做智慧城市的项目 那么维方很多 它的这个农业 是它很支柱的一个产业 原来呢 很多农民很辛苦的 要到这个田里干活 越热的天 越要去田里干活 现在呢 很多人在家里拿了一个派 就知道它那个温室里边 空气好不好 空气成分如何 合不合理 水分怎么样 阳光怎么样 然后它可以远程的 通过各种按钮 直接去远程控制 整个温室的这个运营 所以效率会提高很多 而且达到一个更科学的指标 那么在这里边呢 万物感知是基础 华为呢更多的是 帮助万物感知 去打造一个 无处不在的神经系统 那么首先接入问题 可以用这种 这是一个网关 有很丰富的接口 它可以提供业界 目前基本上 所有的这个标准化接口 然后呢 把这边数据做一个预处理 打包 安全等等 然后再上传到核心的系统 这是其中一种 包括很多现在 智能路灯 还有智能的电梯 我们也在合作跟训达等等 来做这种接入 另外呢 还有这种方式的 这是一个很小的 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通讯模组 或者简单理解成它是一个芯片的功能 那么把它跟我们很多传统设备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让很多传统的设备 需要人去读数字的设备 变成了自动报告的设备 比如说水表 那么水表特点是什么呢 没有见过给水表上接线的 对吧 没有电线没有网线 所以呢要用无线的连接 这个就是专门无线物联网开发的 叫NBLT也是一个业界标准 那当然华为在这边呢 贡献是非常的大 所以这边有多种不同的接入方式 包括像这个烟红报警器 里边这个芯片 就是跟它是一样的功能 一样的东西 那么它还有一些特点就是 既然我们放在水表当中 水表的量是很大的 每家都有 那么它的电池支持这个通讯 可以长达五到十年 而是一个低功耗的方案 所以这样是真正是万物感知 可以做到万物 可以做到一种事情 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举水粒的 举这个钞表的 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的 可以想象的 这边有一句话非常合适 就是可能是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因为万物互联 可以试到的东西太多了 将来我们的眼镜能不能联网 对吧 鞋子里会不会装传感器检测 人的健康状况 这个都说不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现在包括在智慧城市上 当然这个公共设施 就是基础设施 车辆的联网 尤其是政府的车辆联网 都在很多地方都在大规模的开展 这是万物感知的第一部分 然后还涉及到了万物互联 因为没有连接呢 这边的所感知到的数据 都是没有用的 对吧 我们有什么几千万个水表 在一个城市当中 如果没有这个互联 还是人工土表 那它没有意义所在 那么这个海浆数据汇集之后 整个城市要能做到智慧 是需要一个大脑的 这个叫IOC 智能运营中心 它这个呈现的一个内容 就是这个城市大脑的一个体现 就是说我作为城市的管理者 我怎样管理治理这个城市呢 数字化时代 我怎样治理城市 我们说过去吧 在从前可能管理城市呢 首先这个市长 他要看各部门给他的报告 一份文件 对吧 另外呢他还要有很多实地考察 到工厂考察 到街道去考察 因为那个时候所获得的信息呢 途径比较单一 基本上都是实地考察 以人看见听见为主 现在呢做到万物互联之后 我们有了前边感知的基础 把他们接入到政务云的云平台上 然后再通过大数据 可以获取到很多最直观的实时的报告 比如说治理城市 看着这一张地图 我就首先我选择了报警 那么我就看到了 现在公路上有哪些重要的事故 报告上来 好 报告上来之后呢 我要想处理这个事故 指挥救援 我就要知道我有哪些资源 其中摄像头 那个监控 就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那我就看到 现在有哪些资源是归政府管辖 然后呢我选取最近的 调取视频 就会看到现场具体正在发生什么 这是可视化 然后在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呢 我还可以跟其他的警方平台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车辆 我选择了车辆监控 就会看到火警 还有110是治安警察 120救护车等等 他们在哪里 这个也是物联网的一种 叫做车联网 包括车上司机把人也连进来 所以这个整个就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融合和可视化 这里可视化不光是看到视频 而是看到很多很多很直观的数据 都是以这种图标的方式 是人最容易阅读 最习惯阅读的方式来呈现 当然 这里边 这个地图呢 我介绍一下 它是我们的深圳市隆岛区 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隆岛区 华为呢 就在这个位置 华为的基地 隆岛区的边缘 整个这个区呢 有400万人口 所以我们采用这样一个方式去管辖的话 其实它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 可以很多的事情呢 能得到及时的处理 很多个部门呢 原来要响应很慢 要依次的去把各个部门都通知一下 现在可能他们数据呢 实时的可以共享在一个平台上 这个就是融合和可视化的一个意义存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其中有一些demo 这边就是大运体育中心 它是一个体育馆 综合体育馆 足球场 那么一般在演唱会啊 或者是在达行活动的时候 足球赛的时候 可能是有6万人左右在现场 那么每当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大规模的人群聚集 就是警方或者政府 要做安全保障的重点时刻 重点区域 那现在呢就是一个demo 正在举办一些赛事 那么主队球迷和客队球迷是什么样的路线 现在实时入场有多少人 还通过大数据分析 这两个队的球迷在一起观看比赛的时候 有多大的概率会发生冲突 打架等等群体实践 然后那附近的资源是怎么样去做管制的 准备的够不够 比如说有了很多球队嘛 是宿敌 这两个球队球迷每次坐到一起 十有八九会产生冲突 对吧 甚至上升到地的动手 很多这种情况 所以现在呢 相当于把很多治理方面的问题 转化上数据 再转化上很多用大数据 用人工智能去处理 因为人的经验 包括那个这个城市的管理团队 可能都是很高的学历 很有学识 但他们在处理很多问题上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像这一辆可以做到实时大规模的处理 我们要注意后 明明再来办 好那接下来继续 然后还可以在云平台上做一些这样的安全 比如说这个是人脸识别的一个安全 我们在经过这个监控点的时候 会自动抓拍 然后做人脸的识别和对比 然后还可以有轨迹追踪 后台做一个云平台 他可以对多个点呢 相当于在一个平台上来处理 他就可以自动通过算法 对比出这是同一个人 然后画出他的轨迹等等 其实这样类似的系统呢 放在展厅 它是一个demo很小 但其实呢在龙岗区 做智慧这个龙岗 平安龙岗的时候 这套系统帮助龙岗警方 用15个小时 就破了一个拐卖儿童的案件 直接就抓到了这个拐卖者 救出了儿童15个小时 非常的快 但是非数字化时代的特点呢 就可能要张贴这个通缉令 要拿着照片每次去走访去问 过了黄金24小时之后 就很难再找到 因为他往往是偷了孩子 马上就转移 转移到其他城市 但通过这种数字化 包括户籍信息 身份登记信息 车票信息 还有这个人脸的信息 综合下来 是从深圳作案 然后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武汉 在他下火车的时候 直接在火车站被警察带走 那整个过程15个小时 这套系统目前在哪 哪几个城市有实现 很多城市啊 比如说龙岗 还有之前我们 还有上海啊 济南啊 像河南的那个郑州啊 那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还比较有意思 他是把很多的出租车 经过他这个司机的同意 是把出租车上面的移动摄像头 也可以接入到这个 警方的这个网络当中 因为低哥有的时候 跑夜路很危险 首先他需要自保障自身安全 那么他联网了 有一个安全 第二呢 是他这种移动的摄像头 每天在城市里到处去走 他获取的信息 可能比固定摄像头 还要有用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 包括在那个新疆也做这种 而且新疆那个平台呢 是可以向民众开放的 就民众他可以有权限 到这个平台上去自助的 去做一些这个 当然受限他可以做一些 视频的这个这个筛选 等等 帮助警方一起去做一些维稳 或者其他方面的 安全的保障 那其他国家呢 那国家像我们也做了很 全球的话有大概80多个国家 都做了平安城市 当然在这些国家的 每个地方的侧重点不同 有的侧重在指挥中心 有的侧重在基础的这个监控 比如说我们在非洲的几个国家 像肯尼亚等等 他既有指挥中心 又有这个监控的这一部分 那他做监控还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 非洲地区国家 基础设施还没有那么好 很多地方的这个 比如电力啊 供电啊 都是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用那种 那边的一体化的方式 可以把太阳能 电等等 全结合在一起 整个杆子 配好了这个设备之后 只要立起来就可以了 网呢就用无线的这个网 用4G的 专用4G网 或者是用其他的微博等等 做一个综合的覆盖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平台呢 它是只是一个界面 实际支持 它这个大脑呢 叫做云 政务云 这个政务的一个云 或者云数据中心 那么做好政务云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我们看各个部门是这样的 每个部门呢 不是上到一个统一的云上 而是每个部门自己做一套系统 比如说税务 它只管税务的东西 工商只有工商的数据 然后还有这个教育 只有教育的东西 那么 这是一个市民 他去政府 拿一个审批的时候 比如小孩要入学了 他可能要跑好多个部门 办很繁琐的手续 那么现在一个云呢 就相当于把各部门之间拉通 把中间的一个壁垒打破 然后呢 提供一个服务窗口 叫做综合窗口 它既不属于工商 也不属于税务 它没有一个部门的属性 它只是政府 对民众提供服务的唯一窗口 我们通过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 可以到这边 几乎可以办理90%以上的所有的政府 所以这个也是政府 提升它对公民服务的一个水平 两大功能 对社会治理 对公民服务 都是通过郑武云来实现的 现在包括在龙岗区 刚才我介绍的那个地图 是龙岗的demo 但是呢 我们用的数据都是demo数据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政府的权限 但是在龙岗政府 他们是真实的 在用这个IOC的形式 在用郑武云去支持 他的最终服务 去支持他整个城市的治理 这边是教育和医疗 这两个行业很像 首先呢 都是关乎民生的这个工程 第二呢 这两个行业都有一个问题 叫做资源集中 资源集中 资源比较集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最好的老师 都在那些大城市的 最有名的大学里 或者是这个医疗 最好的医学专家 可能都在那些 最有名的城市的大医院里面 所以很多住的远的 或者住在这个县里 乡里 甚至农村的这个病人 在生病之后 没有办法 他只能预约 提前预约 然后再坐火车 甚至比如说中国这么当 有的时候可能要跑几千公里 去为了看一个病 而往往的情况呢 我们很谨慎 预约要一个月 看病呢 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 或者更短 所以这样就造成 资源分配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通过几个手段 一是云 云平台 实现多级医疗机构的联网 现在不是都实现 很多的医疗信息 病例信息 电子化 这个可以放到云上 那么病人 可以根据全线去查看 各级医院的医生专家 可以根据全线去查看 这是一个基础 这个实现了之后 通过网络连接 通过宽带 通过这种 远程视讯系统的叠加 可以实现远程诊诊 分级诊疗和远程诊诊 也就是说 我当这个本地的医疗机构 其实大部分都能够做检查 但是出来了报告之后 没有人能看得懂 或者说他看了报告 不知道病的这个问题所在 所以我们可以本地检查 跟远程的那个大医院的医疗专家 做远程会诊 可能只需要花十分钟 他就能把您的这个身体诊断情况 说的明明白白 有很多小病直接在社区 直接开两个药 给您打针就可以解决 然后像一些其他的那种 大型的这个重病的客户 我可以直接临到远程 直接让他比如说建议你到市里的医院 或者建议你到省里的医院 他可以给出一个建议 还有在很多手术之前 要做多个专家的会诊 这个领域的专家 可能分布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医院 那组织他们会诊一次呢 其实是在浪费 既浪费患者的时间 也浪费医生的时间 那么就可以约个时间 大家一起多地做远程诊疗 把这整个会诊的结果 上到平台上 今后无论他在哪里 做这个手术啊 做这个处置 都可以遵循这一整套的 这个远程的数据来完成 将来呢 比如说跟咱们终端也非常相关 将来这个可以医疗延伸到家里 比如说家里放一个小的事情中端 我做很多这种血压啊 什么简单的体检设备 都可以做WiFi的 或者做4G的 我都可以连接到网上上传数据 另外呢 就现在来讲 很多人都是一年一次体检 还是公司统一安排的 对吧 或者有的人比较在乎自己身体的 可能半年再做一次 这已经很好了 但将来如果是实现这种 甚至是在手机上 可以连很多智能设备 设备的话 我可以天天做体检 因为在云上 有大数据帮我读体检报告 还可以预约一些VIP服务 可能专家每个 承诺每个礼拜 帮我们读一次报告等等 这种模式都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颠颠大赃进 说容易也容易 说不容易也不容易 有一次我说了大难 这个是台湾的产品 HORIS 这个是新猪一家公司 我刚才特意看了 MEDIN新猪 因为我认识他们创办人 是一个初创公司 做得非常成功 跟华为的合作伴很多都是这样 对对对 因为什么 它这个东西是做一个微观的皮肤扫描 皮肤病是疑难杂症 那么很多小医院呢 它可以帮您做检查 配这样一个设备 成本也不会很高 配这样一个检测中端小推车 也很简单 网络都有打通 对吧 我可以现场这边再扫描 那么同样的这个画面呢 挂了远程号之后 专家就可以坐在他那里 就知道我这边皮肤是什么样的 他只要去指挥现场的护士 帮他做这个常规的医学检查就行了 所有的诊断由专家来出 这样为了看一个皮肤病 其实说大也很大 说小也很小 那这个时候我要花很大代价 那我刚刚是可以看皮肤 还可以看眼睛 还有很多这个设备 而且它有大数据 AI的分析 拍很多眼底的照片 如果你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这种 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这种 好像是会引起眼睛的 眼角活的时候变化 所以它就会自动的这个 识别出来 不用这个医生一张一张的去看 那个原来拍的那种片子 所以它背后有AI学习的话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现在在跟几家的这个医学影像的地方也在做这个合作 比如说看这个身体的这个X光片 其实老医生他为什么这么有价值 因为他病历看的多 他可能一眼就能看到病的症结所在 那么现在但是一个人一辈子可能 比方说能看十万张这个CT片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呢 机器理论上来讲不断电加上AI 他可以在三个月时间内把这个量学习完毕 还可以做更多的学习 所以将来这个医学呢 大平台也一眼在这里 将来现在是这个叫诊断和处置医学 将来可能叫做预防医学 很多东西在病发生之前就有了征兆 尤其一些这个地域性比较明显的呀 有一些人群比较明显的等等 将来可能都能发数据 结合各方面因素天气呀 或最近的这个全球的气候啊 等等很多方面可以把它做一个预测 这边是交通行业 我们首先看这个我左手边 这边有一个高铁的模型 就是高速铁路 现在呢其实简单来讲 铁路是一直在提速 比如说现在很多线路高铁 可以跑到300公里时速 300公里每小时 甚至最快的附行号 可以跑到350公里每小时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司机他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 原来跑这个很很正常 几十公里不到100的时候 他还能手动的开一开 所以现在呢都在提上自动驾驶 通俗一点讲 我车这个列车越来越像一辆遥控车了 因为它的启动与停止 加速与减速 越来越依靠于信号 车地通讯 就是车和地面的指挥台的一个通讯 那么这一套通讯这个信号 一定要非常非常可靠才行 低时延低抖动 极低的丢包率 也就是说信号到了 要准准确确的到达这个车上 要不然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 什么刹车点 他当中引起很多事故 所以华为就在做这个车里通讯 无论是用在大铁 就是那个我们俗成的火车铁路上 还是用在地铁上 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然后在大铁上来讲呢 涉及到一个标准的问题 要全国统一标准 那么它的进程可能会比较慢 相对保守 所以现在还在用2G GSMR是2G的网络 但是华为的2G网络用在铁路上 目前应该是国内最成熟的 解决方案最可靠性最高的 99.999% 然后用在这个地铁上的 现在我们在主推 叫LTE-M Metro LTE-M Metro LTE我们知道是4G技术 4G技术首先宽带 宽带可以承载业物量比较大 另外呢 地铁上原来用的是WiFi 做列车的调动 但我们知道WiFi 家里打到游戏 看看电视剧还可以 实际用在工业上 它的稳定性会很差 覆盖也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我们再推这个LTE-M 去年全国有28条 新规划的地铁线路 它们在选取这个方案的时候 有21条选用的都是华为的LTE-M 这也是从传统的2G 还有传统的WiFi 像现在的ELT 就是Private 4G演进的一个趋势 包括像这边 这台设备 现在德国铁路也在用 这个就是我们的鬼旁 基站 就是放在铁路旁 做它这个无线通讯的基站 基站设备 那么这台它的特点是双模 因为铁路我们刚才介绍过了 还在用2G 欧洲也是一样 还在用2G模 那将来随着业务量增长等等 演进到4G应该是一个趋势 所以这台是两个模式都支持 目前可以用2G 将来做平滑升级就可以直接用4G 而且它的可靠性 这个都德国在用 其实很有说服力了 它那边对这些要求都是非常的高 接下来这个方案是航空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二维的画面 就是机场的一个俯视图 其实这个跟智慧城市可以说很像 也是在做融合和可视法 那这里边 你看这个图标很明显是航班 那航班的信息呢 其实是来自空管局 是不能够通过机场直接获取的 所以这边是来自空管局 然后这个地形车辆呢是做了车联网 这个就华为帮助它做无线覆盖 然后把车呢做车联网 那两种数据可以统一到一个平台上 做什么呢 第一是安全 因为我们知道 航班也会在场内有一些滑行 车也要频繁的过去给这个飞机做服务 对吧 要接客户 接这个乘客啊 或者是做清洁啊 围续啊等等 那么它们之间就有什么碰撞的可能 所以 这个不是没有发生过 是大概一年之前就有这样一个新闻 差点撞上导致了一个很大的事故 当时好像还有很多这部高 机场的高管 有就是辞职嘛 有些失职嘛 所以这边的话 比如说这个DEMO很简单 黄色点表示这个车辆不正常 红色的点表示它正在超速 或者是它偏离了自己规定的行驶路线 这些都是自动去完成的 因为在云上会有很多算法 帮助它做这样的一个进程 那么互联网还是达通神经系统 然后在云上做算法 做这个调整 自动化调整 还是这样的 然后包括这边 我每点一个航班 它的所有信息 都可以像非常精准的显示出来 这样数据 或许都足够多足够细致之后 我在分析运营的情况 比如说客流量跟我发航班的次数 还有为什么这个月 大多数总是接到 很多的客户投诉航班晚点 晚点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很多分析都是以这种 大数据的方式直接去做 而不是再靠人的惊讶 其实我们说云计算和大数据 它给人带来价值呢 是把人的经验做一个放大化 而不是说替代人 很多还是人产生的 那么在云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信用 它可以连接的系统更多 大数据除了量 那肯定是人工 算力所不能够比的等等 所以这边就是智慧机场 包括了这个机场的 云术与中心的整个网络等等 还有一些行站楼当中的服务 比如说WiFi WiFi只是帮助客户连接嘛 其实背后还可以用WiFi 知道整个行站楼的客户宣布的热点 那我就可以把服务资源相应的匹配到 人群最密集的地方 人最多的地方才有最多的需求 可能需要那个行李的小推车 那这个时候 小推车还做一个电子标签 就可以到资产管理 相应的几个环节都通过数字化手段 做到可见 然后呢再通过一些智能算法 或者人工的方式都可以把它匹配上去 这边是电力行业 电力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行业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用长来使用它 因为您看这是一个沙盘 模拟是一个很小的沙盘 但模拟是一个很大的场景 从发电厂到最终用户用电 中间要跨过很长很长的距离 而且环节也很多 我们把规定夸输电的配用 就是发电、输电、变电、配电 还有最终的用电 环节也很长 在这里有一个总称的slogan 叫做BMW 它跟汽车没有关系 它说的是比特管理瓦特 比特管理瓦特 比特管理瓦特 就是用数据管理和治理运养我的电力 这里边就要靠首先电网加上一张数据网 有了数据网还是离不开我要建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的眼镜就是云发数据中心 所以还没有离不开 云管端的一个大价 这是我们ICT的意思在提 云管道 就是数字管道 还有端 现在也在做电力物电网 这里面有一些行业比较大 有一些小量点 比如说在发电上 这是华为发电上的一个组件 它是用在光伏发电 就是太阳能发电当中 它叫做密变器 本质是逆变器 就是把太阳能板的直流电 变成交流电AC 才能够走上电网 我们来用 对吧 那这里边呢 本质是逆变器 但我们把它叫做智能光伏控制器 Controller 而不是单纯的引操 因为我们把智能的 比如芯片 还有里面关于通讯的部分 都加进去 这样它不光光是能够把电 完成一个转化 还能够整个监测 输入到它的很多电板的工作状态 有没有达到最佳的功率输出 等等 这样整个电网运为起来 是非常简单 而且能够使得 保持一个高效率的发电 所以华为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做到了 同类产品 同领域的世界第一 28%左右的市场 一共连续三年 都是这样一个表现 从2011年才开始做 2015年呢 做到世界第一 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 中级量就是20个季王 就是台湾不是在搞绿能吧 绿能是好像规划的是 我们就要到后续 到20多少年了 8年时间才20个季王 它搞了10年 总共建了大概800个季王 一个季王 等于1000个季王 就跟MG和T 等等 也都是同用的 大费 这边呢 整个 您看到 这个 西达都是绿色的 上面有一条很亮的黄色的 那条叫ODGW 它的含印是 一个地线 接地的线 但是同时这个线还有光线 也就是说光线是做什么 就是做电力的东西 比如说中国有项目叫西电东宋 大部分店在西部发 然后跨过整个中国的这个横向 到东部沿海很多城市来用 那么这个中间过程呢上千公里 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一段一段人工的去做这个监管 也不可能等到大根模停电了 才去反过来查哪里有问题 所以整个电网的回路 要达到一定水平的自动化 电网哪里有问题 它通过很多检测器 再通过这个数据网 能够实时传到运营中心 可能在千里之外 我这边就能知道 那边可能会产生什么故障 等等 还有很多寄电保护的信号 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 通过这张网来传递 那我们也要先用写方案 光神书 然后这边呢 到配电 配电就是自动化配电 我们再提三摇或者四摇 遥控 遥测 遥感 还有一个那个 遥测 遥控 遥感 还有一个遥条 就是调整那个 所以这边呢 很多要依靠我们这个 还是靠网络 第一时间机构工 因为这个配电呢 就像我们轨道那个变轨一样 它要做得非常精准 非常准确 非常及时才可以 然后这边到用电了 用电我们不在这里讲 我们在背后来讲 看一下用电这边的一些方案 用电呢 就到了每个用户的家里 那么这里边很直观的 首先是智能电表 跟那个水表概念很像 但电表有个优势 就是它本来就有一线 因为每电线都会通到电表上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做的是PLC 就是电力线载波的技术 让它的电线除了传电之外 还能够传信号 那么电表就可以做到 无人抄表 每个月电力公司 只要在它那边设置好算法 每个月固定的几号和几号 大概读一次两次 或者中间再取个第三次 直接读就可以了 这个对电力公司来讲 它回款很快 人工又节省 而且呢 这种数字化的一个形式反馈 可以迅速的跟它第三方 那个寄费系统啊 网上支付系统都对接起来 要还是我们想象一下 还是传统的人工过来抄表 回去之后再录入 再核对 几个月过去了 我们再对接到什么第三方平台 那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边呢 就做这种真的抄表 但你看这个表上 终端上全是合作伙伴的logo 都是各个表厂的 但是他们跟华为有战略合作 就可以把这个通讯的部分做到里面去 而且有了这些很精细的数据 电力公司可以对它的电网的效率提升 效益提升有很大贡献 为什么呢 原来有一个东西叫限损 叫line loss 就是它发出这个电 但是收回来的钱呢 只能cover一半的输出 另外一半不知道哪里去了 不知道这个电被谁用掉了 有可能是因为损耗 有个合理的损耗 但大部分呢是偷电啊 还有一些设备损坏造成的漏电啊等等 所以现在根据很多这个精细的数据 在做大数据比例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更多更精准的一个结果 像这种比较新型的电表 是免费提供给用户换的 这个的话 模式可能各地也有略有不同 但大概的话 像在内地很多都是 电力公司它会有计划 每个比如说每个城市的电力公司 计划每年替换多少步 因为它总量它那边会有统计嘛 比如说先每年替换10% 那从哪哪哪城区开始 我可以说台湾的试用用户是要寄付钱吧 然后这个表的话 一般可能是不需要怎么样付费吧 但是需不需要租用 需不需要付服务费 这个目前还 目前来看有一些已有的计划来讲 还是免费在换的 都是电力公司在投入的 所以前期会有一笔不小的投入 这边是石油和天然气 石油和天然气这个领域 油气行业的生产可能跟我们平时生活离得还比较远 虽然我们用的东西都大部分来自石油行业 比如材料 橡胶等等 塑料 但是它的生产离我们还很远 这里讲几个通俗的 比如说管道 石油管道或者天然气管道也是很长的一条线 有的时候还埋在地下 那么在一些荒郊野外 会有一些不法分子 他把这管道砸开 透油 有的人还很聪明 他会 他供应水平很高 还会在这管道上装水龙筒 也就是他想拥有的 直接在管道上放 所以这些情况 高端 做震动检测 安全检测 光纤跟它埋在一起 光纤可以检查震动 而且用算法可以定位到亚里级 也就是一米以内的进步 迅速知道定位 而且还可以跟周围的监控 连统在一起 还可以识别 去追踪 到底出事的位置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雾爆等等 都可以判断 然后还有车联网 还有很多的运送 是由这个油罐车完成的 对吧 那么做车联网 因为原来油罐车上了路 基本上就对它 放了风筝断了线 是吧 只有它到了地方的时候 才会检查这个油 到底还剩多少 很多坚守自导 还有路上出事故等等 都可以 那么现在通过车联网 把上面的电子风口 比如说摄像头 还有上面的这个GPS等等 很多都接上去 然后呢一个打屏幕 这个是放在办公室的 不是放在车上 放在办公室 我就可以在总部 随时知道我派出去的油罐车 现在什么状态 还可以事先设定一些规则 比如说我规定它 在整个路程中 平均速度和最高速度 不许超过多少安全 第二呢 它最多只能有几次停车 不少于几次停车 防止疲劳驾驶 还有不多于几次停车 平凡停车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边都会设置规则 一旦它违反这个规则 会马上详细的报告就传到主 就是车联网 但是灰解下来 还是反抗内疆 还是离不开云管端 这些是相当于终端 我们提供终端的接入一个网关 小圈子放在上面 然后用4G插SIM卡 4G上行 这样的话基本上 到各个地方都会有网 然后呢 这管道传输 那可以租用运营商的 对吧 然后这个端 那这个云 就是做整个总部的运游平台 包括管道的 包括车的 包括油田生产 都可以接到这个版本上 下一个展台呢 是金融 金融 其实金融行业呢 在所有行业当中 他们的信息化建设 数字化建设 可以说是走的非常靠钱的 而且他们对信息化的要求 还非常高 对性能 对可靠性要求 可以说都是最高的 因为金融它所掌握的数据 都是关乎每个人财产 而每个人对自己最在意的部分 可能就是自己的财产 隐私性也要保证 安全性也要保证 对吧 那么这里边就是用大数据 怎么去保证安全 比如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这边的话 我在刷卡 因为之前的客户走过去 他们已经演示过 在那边POSE机上已经刷过卡 但两个POSE机呢 我们把它的IP虚拟的设置在两个地方 一个上海一个深圳 刚才他在那边刷了深圳的卡 现在我在上海 这个POSE机刷同样一个卡号的时候 刚过去不到10分钟 这边判定这个卡是假卡 克隆卡 因为是同时异地刷卡 必然同一个卡号消费的话 必然有一个是假的 这个逻辑是很讲得通的 那么我们能够做到实时检测 在POSE机上直接禁止这个交易 而不是像原来都是 钱已经被盗了 然后再去报警 再去报给银行 这个是后知后觉 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 大数据 这里有500条规律 也就是500种逻辑 刚才所说的同时异地 是最简单的一条 还有另外的499条 把这个所有逻辑应用在每一笔交易上 所耗的时间是50个毫秒以内 这个是相当惊人的 50个毫秒 而且同时这家银行的平台上 大概有1万的笔左右的交易 我每一笔只消耗50毫秒 就能够知道是不是盗创 是不是别人在用客户卡 所以在这个POSE机上 直接就可以显示 是否完成这部交易 所以这个就做到实时 这个邦银行就 这个已经导入了吗 已经商用了 对 现在我们跟之前 之前介绍的时候 有一种研发机构 叫做联合创新机器 对吧 除了自己的这个纯粹的研发 还有联合创新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跟银行的联合创新 就是银行对业务 它是最了解的 而且有很多银行 它也有很专业的 这个技术的团队 那么华为 它的平台 原计算和大数据 跟它的那个金融的需求 结合在一起 联合创新 这就是帮金融方面 做风险过程 反欺诈 还有精准营销 等等 这个都有很多 这边呢是平台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能力很强 对吧 性能很高 那么它离不开一个大平台的支持 原计算这个平台 那金融原来都是 为了保障业务的稳定性 都是 一个业务就用一套系统 如果这个业务量猛增 系统不够用 那就只能再扩容 如果这个业务量一直是保持很低 让所有设备都在那闲着 很浪费 所以用云的话 应该是比较弹性 比较合理的一些方案 就是一个趋势 那这边呢 这边呢我们支持这个平台呢 也是从而两方的考虑 性能和可靠性 那么首先这个平台离不开硬件 这一台呢就是服务器 昆仑服务器 是华为服务器当中最高端的 它可以做到CPU热插拔 CPU内存都可以热插拔 一般普通厂商可能做内存热插拔 但CPU热插拔的很少去做 这边真正的CPU热插拔 也就是说我在升级系统 或者是替换某个CPU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在线里直接完成 因为它可以先把业务迁移到其中的 其他的CPU上 然后在这边直接做在线的情况 对用户来的 它真正的7乘24小时 不间断的 那这边呢是存储 我们存储的可以做到 6个9个CPU 99.99% 这边的话据各家披露的数据 现在全球只有三架都做到 包括还在那里只有三架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我很多的核心的数据 不丢失 还有丢失 就是损坏之后可以快速够够 因为我们知道银行 它说掌握的数据应该是 关乎每个人的最切身的利益 对吧 如果银行挂出来 告诉说我的存储坏了 以下这个一百一千名客户的钱全部都清零了 那我们谁都不会接受这个事实的 那它的这个核心的东西一定要非常可靠 还有在这种大平台的知识下呢 其实它的服务方式也就是它的渠道 对客户最直接的这个界面 就可以有很多改变了 比如说现在这个mobile banking 对吧 还有这个 刚才有同事在这边在做 这边就是发卡 开户等等 90%以上的非现金业务 都可以用这样的机器来完成 这样的中专 它的名字叫VTM Virtual Telemachine 虚拟柜员机 也就是去代替我们银行柜台 因为柜台会有很多问题 成本高 还要派专门的人员注点 对吧 服务 而且很多银行基本上都要去排队 到那边现排队 排了很久 对可能办业务只需要五六分钟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把很多这样的设备呢 放到一些大的企业里啊 放到社区啊等等 或者做一些简单的这个 安全的防护 就可以把它放过去 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之前减停成本 或者提高这个客户的覆盖率 等等这些问题 比如说在华为就有 现在刚才有 有这个贵民会关注到很多这个商用的问题吗 这台在国内现在这种方式 在国内已经用了很多很多了 大部分都是华为和活动 一起做的 你看这边的logo 它的软件呢 可能来自于语性科技 这个外壳可能来自另一家 但它的平台加上它的连接 跟这个 跟呼叫中心做 市民会议的人交系统 都是在华为来做的 然后比如在华为的F区 副一楼就有一台 因为华为的员工呢 可能非常的敬业 平时不想请假去办业务 但银行的某些很多业务呢 往往只有在工作日才能够办理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跟主管要请假 我请半天的假 为什么请半天呢 因为我要排队两个小时 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现在有这种方式了 花十分钟在吃完午饭之后 走到食堂的副一楼 那边带着身份证一刷 直接就可以开一个新的招 所以非常好 接下来这边呢是制造业 制造业 制造业呢 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在提工业4.0 对吧 比如中国还有中国制造2025等等 都在讲怎么做智能制造 其实它涉及到很多环节 首先在设计方面 就要智能化 设计方面呢 比如说这个仿针碰撞 原来是真正的设计好了之后 照着足指做出一个模型 把模型呢 撞到墙上 等它撞毁了之后 测很多的数据再做油画 现在呢 是90%的工作都可以由软件代替 也就是原来撞100辆车 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现在撞10辆就够了 那么那几家合作伙伴 都是来做这种仿针软件的 流体力学啊 这个还有解构啊等等仿针 但是支持这些仿针软件 它的平台要求计算能力非常强 所以它一般我们叫HPC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高性能计算 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超算 超级计算 在华为就在给 宝马奔驰大众等等 这些企业车企 在提供高性能计算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可以用最小的体积 最低的单位功耗 实现最强的性能和最高的 挑战性 这块包括我们昆仑呢 包括我们其他这个四路 八路的服务器啊等等 很多内部的互联芯片 支撑了这样一个高性能和高 所以现在很多车企 包括还有像东风上汽等等 它们都是Top 10的车企 都在用华为的很多的平台来做这样的事 然后说到工厂生产的时候呢 还有无线工厂 智能制造无线工厂 这边的一个video就是 华为松山湖工厂 不知道各位这次的行动当中 有这一站吗 应该有 明天 明天对吧 所以今天先预热一下 明天会看 实力的比这个还要爽 就是松山湖工厂 做全无线复带 然后呢 做台 经营管理 全部放到一个云上 然后那边的manager呢 他平时的工作 可能更多的是盯着那个大瓶子 因为上面除了供应链 订货 仓储 还有一些备件 检修等等 所有问题都是分门别类 以最专业的报告图表的形式 显示在这个屏幕上 所以他利用他的经营的知识 直接去管理这些数字就可以 至于整个生产过程 更多的是机器管理机器 算法管理机器 有的时候甚至是机器在调动人工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举一个小例子 明天去实际看 今天只举一个小例子 比如说那个有很多钢网 钢网是为了除尘 阻挡灰尘 但是呢 当灰尘积累到一定的量之后 要做人工的替换 原来呢 是我们根据经验 可能每三个月替换一次 或者是每三个月巡检一次的时候 才会发现某些钢网需要换 现在呢 是自我感知 钢网机灰达到了一个报警值 他会自动的搜索附近的操作员 操作员手里都会有一个 类似于手机的这个终端 他会直接收到机器给他发来的订单 这个环节都不用听过后台的准备者 直接传到他个人的终端上 相当于是机器在叫他 你过来帮我做一块做清洁 然后包括我们智能仓储等等 这个是我们南方公司的主要是 目前手机的一部份手机的厂 密集型的这种仓储 还有自动导航的小车等等 那整个环节呢 比如说产线已经生产了10箱 根据规则他会自动的叫输入门小车 都来取过 那小车会把它送到目的地的一个仓库 入铺等等一系列的环节 登记全部都是无人 最后一个来档呢是媒体行业 大部分客户都是来自媒体行业 那媒体行业呢 首先有一个云化的需求 这个趋势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很多比如说电视台记者 最早的时候呢 当时跟美国的一个教授也是交流过 他说最早的时候是靠自行车 因为他拍了这个袋子之后呢 要有一个像快递员一样 骑着自行车 或者然后再搭什么火车飞机 把这个袋子送回到编辑中心 因为那个设备都摆在编辑中心 它的能力呢都是独享的 所以要做这种很很远距离的这种传递 那现在呢我们云化之后 其实是可以把工具 比如我存档的编辑的很多软件 还有那个紧急的 还有什么后期审核的 这些全部都放在缘上来做 这样相当于我们主持本地编辑 用桌面云的方式 接入到究竟的云上就可以了 然后所有的能力呢 相当于您在任何一个城市 只要在一朵云下 获得的能力和后台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云的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做前期的做后期的 做审核的 每个团队都有一套自己的系统 然后在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人来用 那么它就造成了 我的时段我在用 但其他时段我的设备都在行制 那做云之后呢 大家不用管你的系统是哪个了 你只要关注你的环节 在云上是哪一步就可以了 所以用的资源是弹性的方向 这个也是云 无论是在这个行业也好 还是其他行业也好 一个非常直观的 固有的优势所在 所以我们也在凤红卫视 打到云编导中心 包括CCTV 也在用我们的桌面云做编辑等等 这是一个首先是媒体云 还有将来我们很多的新闻外场 也就是说现在自媒体 媒体人越来越多 他们的可能不会每天 扛着那种专业的 camera 到处去拍摄 可能就是我有媒体的资质 我有这个专业的能力 可能用我的手机 比如说用P20 用P20 Pro 就可以随时在街上拍到一些现象 把它做成新闻 这个时候肯定是要云的来支持 因为这种新闻终端不一定在哪里 流量弹性的 需要的能力是云上来统一提供的 就可以了 所以这很多包括知识自媒体 也是需要新闻的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外场云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种电视台 也在用华为的设备 或者是云的方案 然后很多比如好几届的奥运会的转播 可能我们也希望相样的解决方案 还有这边一个设备吧 单独讲一下 这个墙里面嵌的黑色的箱子 它是专门用在媒体的 非常适合用在媒体的一个寻处 媒体一个头疼的问题 就是现在清晰度越来越高 这么2K 4K 8K 甚至还有更大 那么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RunningMath 录制一期播放一个小时 但它背后的RealMaterial要设备到1000个小时左右 经常是这个量 但它存在哪里 存储快不快都是一个问题 我要读一个文件 可能要半天才能够读出来 很卡 对吧 在这边呢 我们这一台存储 它其实可以破解得很大 它可以把40多个这样的柜子联系在一起 能够获得单文件系统 100个PD的人员 刚才说了 G 我们很熟悉 乘以1024是一个T 所以这边 假如说我们存那个高清电氧 一个小时电氧 可能是一个G 对吧 普通的一个G 那这边呢 100个PP可以存1亿不同的 这个容量很大 不仅是NM 这个 法国的TF1 啊 赵民娱乐 啊 还有像韩国的KBS SBS啊 等等 都很多都在应该 还有国内的很多电台 像爱奇艺那种也都是用类似 这种 爱奇艺的话 它还不一样吧 爱奇艺可能是一个更偏向互联网平台的形式 啊 它们更多是用云平台 而不是关注 因为它是比较新兴的一些 相当于视频内容的运营商嘛 它更多是采用一个云平台 而不是很关心这种具体的物理设备 当然它也会有自己的数据一些 啊 但它更多是在云上做这个物理设备 因为它的基因 跟传统运营商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又不一样的 运营商是我先做好机房 先拉好线 到每一家每一户 帮它开通的网 之后呢 我再生存去做什么云平台 来提供更多服务 但这些爱奇艺啊 像优酷啊 YouTube等等 那麽很多都是互联网思维 直接就是有平台 直接上面开发LVP 把内容放上去 直接共享 嗯 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 那 那 对 还有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他们做对撞实验 当时有新闻报的朋友 叫上帝粒子 他的发现 他的实验 每对撞一次 瞬间就会产生几个PB的数据量 啊 他那边呢 需要高性能计算 还需要大数量计算 用的也都是华为 后来二期呢 他们原来是买设备 做传统华案 后来二期呢 是直接选用了华为 在欧洲的合作伙伴 这个隔电的公用云 他用的就是华为 用的价格 后来直接可以放心的 在云上做这种高性能计算 这种区域大概多大 这个很难说 因为我设计的领域呢 是很复杂的 因为我们华为 这种云管车能力非常完整 韩国为什么这个 就是电视台用华为的这个 这个 就是因为他们当时 这种东教育 这个东教育 是今年年初吧 对吧 这个 他要同事想第一次做到 4K高清视频的 同时录 同时播 所以他对server 还有存储的这个 存储的要求特别高 后来他们找了 IBM EMS去测试啊 都做不到这个要求 后来是用华为的 大概验证了一年度 是能够满足 所以他们三星自己 没办法做 做不了 对 这个是技术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呢 就知道客户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有很多 独有的这种增强 比如说做广域传输加速 像我在这边 异力传输所以达到 100多兆的一个 每秒的一个 这个传输容量 这个都可以达到 原来可能不开这个功能 只要七八十兆 已经很好了 原来开了之后 我们也有100多兆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博弈产业啦 然后像旅馆啦 也有用类似的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呢 是偏向于industry的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场景 比如说不谈industry 每个公司都会有campus campus network 对吧 我整个园区网络 像今年俄罗斯奥运会 把俄罗斯的世界杯 五个主场馆 所有的网络 都是华为做的 其中有四个场馆 几万人的场馆 还有华为来做的 无线覆盖也就是wifi 我们想用wifi很简单 但是几万人同时连wifi 能够不掉线 这个还是很难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像旅馆 旅馆也有wifi方案 也有很多 还有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还会有回头课分析 每个客户在每一个品牌 每家店门前停留多久等等 这些都可以去做 这跟机场服务比较类似 先说wifi可以知道旅客在哪里 那旅客在哪里 我就可以 然后再通过资产标签IoT 我能知道我的小推车在哪里 我的其他服务设施在哪里 要不要把这服务设施匹配到客户 人最多的地方 要不要在人最多的路上 开设更多的安检通道 那这个都是输入可视化 那赌场呢 赌场也有做 赌场有比如说 之前应该有博彩行业协会 澳门那边也过来参观过 但是那里面可能定制化的方案 都比较少了 因为它的整体颗粒度不是那么大 另外它比如说也需要存储这些 比如说做高速摄氧 做Security也好 还是做一些房出签那也好 高速摄氧 它那个画质要求的很高 帧数很高 所以它也会用好 存储这些方案 那具体的赌场的方案 其他的涉及都不是很大 因为它首先 这个赌场不是哪里都有 就澳门啊 对啊 那这方面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好 好 谢谢你 那谢谢大家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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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